江南春色这首乐曲 是运用了江南的民歌为素材 展现了江南与米香秀丽的春景 表现了人们对它的热爱 在演奏这首乐曲的时候 因为是南方的音乐 所以我们选择了非常秀美秀丽的音色 大家要注意 这样一个散板实际上 虽然有很多音来装饰它 但是它内在的旋律进行 是一个兜到软 一串音以后再落到软 这个还是在软上 在它不同的音去装饰它 还是一个软的进行 大家要注意 在这个地方演奏的泛音 可以充分的运用一些节奏 自由的变化 有一种跌宕起伏的感觉 再下面 旋律进行到了咪 最后又回到了都 这样一致就结束了 在开始的这段旋律当中 非常柔美 大家注意 在旋律 每一个音的连接的地方 会有非常细腻而秀美的滑音 在这样呢 我们演奏当中 有的时候可以用 有的时候可以用腕子和手指结合的移动 这样呢 手指在弦上的移动会非常柔和 它的过程会非常缓慢 所以呢 就会有非常柔的滑音效果出来 在第一遍 刚才这个旋律呢 是一个主题的程式 我们可以先比较平和的表现出来 在第二遍的时候 旋律的进行当中 稍微做了加花的处理 我们的演奏上 也可以做一些力度的幅度的放大 整个的情绪在表达的饱满一些 在第三遍 这个段落又出现了主题 但是它是经过了变化的主题 所以大家在演奏当中 要注意 它的跌宕起伏的强弱变化 还有它的每个音的连接当中的 滑音的处理 这样呢 就可以把江南的一种 非常秀美的这种音乐当中的个性 表现出来 在第二段落 这个乐曲当中是由慢到快的 江南的音乐 在我们通常的印象当中 是细腻的柔美的 非常柔和的线条 但是在江南的音乐当中 也有在这柔美的线条当中 非常有节奏点的 这样玲珑剔透的感觉 像刚才这段旋律 除了要由慢渐快以外 它还有很多 富有变化的节奏的重音 在我们的运功当中 在我们的运功当中变化 那我刚好赶在每个推弓上都有重音 那这时候它的旋律呢 就除了这种柔美的线条以外呢 还有玲珑音剔透的这种闪光点在里面 还要注意的呢 就是在渐快的时候 我们的运功呢 要逐渐变短 而且不要演奏的太连 它就不容易快起来了 等速度已经快起来以后呢 再恢复那种非常连贯的演奏呢 它就很黏黏乎乎的 用南方的民间音乐家们讲的那种叫糯米腔 就是描绘的这种旋律当中 起伏啊 非常绵延柔和 很地地道道的一种讲法 在下面一个段落 乐曲逐渐随着旋律的进行当中的加花 节奏变得快了 所以呢 有一些旋律的进行当中 慢慢的有一些快的节奏点出来 刚才呢 在开始的时候 有一个快字 同时呢 又有一个切分音 这个时候呢 这个旋律的进行的选法呢 是有密的 有疏的 但是呢 它这种变化当中又有节奏变化 前面几个密集的点以后呢 出现一个打破了普通的四二拍当中的强弱的点 它这个节奏就会往前有一种动感 几个动机这样的节奏延续以后呢 就变成更加密集的节奏 就这样 把这个情绪推动到非常饱满非常流畅的下一个段落 附有一种陶醉的歌唱性的情调在里边 大家可以在这个地方演奏呢 运功非常饱满 加上左手非常丰满的柔弦 这样就表达出了一种对家乡眷恋赞美的情感 乐曲的尾声还是运用的第一段的主题 在这次的演奏 我们可以用比较平静 遥远 发自内心的情感来表达 最后的泛音 大家可以做自由的节奏处理 就这样 一起纯美的江南春色 就令人陶醉了 好 下面我就完整地演奏一遍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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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